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FB 那也可以追蹤我的twitch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天氣節官方 又出一些情報了 這邊的話是葛雲一角色的檔案 我看一下我的 我要弄觸控筆 不好意思 等一下 那 葛雲一的話在天氣節 幼城換鍵錄的時候 才出現嗎 然後緩繩節好像也有出現 印象中 那 詳細介紹就 大家一起去看啦 然後這個就是他之前的 葛雲一的樣子 以前的議會 然後所有把它做成這樣 點比較精的一點點 好 那葛雲一 與 十倫尊者一樣 從始至終都 肩負責保護人界的責任於使命 然後葛雲 葛雲一這個角色啊比較受 其他角色的喜愛啦 應該是因為葛雲一有人性 OK這邊有講 葛雲一有人性 一位有人性的神 更容易體會人之常情 大概就這樣 好 然後這邊有講到 賓雲一被羅侯省 奪取魂金而死的時候 葛雲一不願 不動贈責 的勸說 堅持請求 失惠贈責 救賓雲一命 在失魂贈責為了 永遠絕後患 打算將夏威夷等人與幽城 一同毀滅時 葛雲一也是極力勸阻 有根招 招回金式的方法 長得真敲吧 可是夏威夷 最後也沒有 做到這件事對不對 可能有啊 可能沒有 不知道 好 那最後的立惠就是這樣 還不錯 我覺得立惠都還不錯啊 神雀功的公主 具有詹女的稱號 以忌魂轉身傳承 傳承千年記憶的他 雖然是只個8歲的小女孩 卻是人世中少數知道 整件事來農去脈的人 他以前的連座立惠是這樣 然後這 這有一張是他們早期風格的事稿 我覺得 還好他們沒有用這張 差太多了吧 這張還稍微可以 好 這邊有一個 看招式 我補血了 雲影勿患 退魔之陣 薄黃之力 對 我是進行閃現移動 同時恢復周圍隊友的氣血 我感覺 這角色蠻實用的喔 OK他的攻擊 因為旁邊有這隻東西嗎 怎麼印象中沒有啊 身旁 的猶哥是與他半生的森林巴蛇 在我們的設定中 這個半生的精靈本身是作為葛魚衣的陪伴 而並非詹女的陪伴 至於他們兩個相遇的故事 會在手遊中為大家揭曉 OK 也就是說 這個是在手遊才出現 對不對 就對了 OK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木樓旋機的 立揮跟情報 木樓旋機 木樓旋機的立揮還蠻好看的喔 木樓旋機 木樓旋機 然後這邊就 他有聲音品就不講了 這木樓旋機也是愛者夏侯儀的 冰淇姊姊的魂魄 木樓旋機默默陪伴的願望 也被命運剝奪 夏侯儀在遭人間震派 十分尊者被犯失去冰淋後 選擇獨生前 前行復活冰淋 被愛的人無需道歉 只是付出了感情 追悟空獨 再無音訓 在看到這螢幕時 小生妹真心為了木樓旋機 留下了心碎的淚水 OK 我這例外還蠻好的 神武關關主慕容貞的獨生女 這是以前的原作例會 早期的畫風還 他們例會還算OK啦 沒有差太多 葛魚那個太誇張了 恩這個可愛度 可是有點太可愛 沒有沒有很寫實的感覺 這個版本比較有寫實的感覺 因為 幽承不要都是 畫風都不是 比較寫實一點點 有沒有 都要寫實一些 OK 再來是他的 耀影的雷電系咒法 雷影之速 直排的狂電 喔狂雷電刃 主動攻擊 丟球 這丟球也太華麗了吧 OK 今天的情報就是這兩個啦 好 那 就這樣啦 有什麼問題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歡迎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FB 謝謝大家這個節目收看 拜拜